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合同签下来李克戈登 要知道那年夏天是NBA历史自由球员市场最疯狂的一个休暂期 由于恰风新劳资协议 工资漫暴涨 那年夏天只有球员有两把刷子 都能获得大合同 在这样的背景凸显下 戈登的合同显得十分廉价 后面也证明戈登完全可以值更高的价格 虽然戈登的这份合同还有两年才到期 但是火箭为了不让对内薪资不平衡 好的球员能钱少 火箭队将提前训约戈登 而根据劳资协议 在现在剩余的两年两千七百六十万美元的基础上 火箭最多可在向戈登提供一本三年将近五千四百七十万美元的新合约 也就是总计约五年八千二百三十万美元 这样戈登的平均年薪将涨到约一千六百四十六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当年火箭也用这样的方式计约了哈登 2016年四年八千万美元引进安德森后 安德森一度是对内最高薪 力压球队老大哈登的军薪一千七百万美元 火箭一看这是不对 力马在原有合同基础 上四年1.18亿美元训约哈登 让哈登顺理成章成为球队薪资老大 而一 七年夏天保罗到来 后薪资总额又超过了哈登 火箭立马在四年1.18亿美元的基础上 又一四年1.7亿美元训约哈登 可以说 火箭管理层还是很有良心的 只要球员打得好 钱一定到位 这或许也是他们这么讨厌安德森的原因吧 可同期内提前训约也是莫雷的独成 可以说开辟了新大陆 而今夏火箭已经四年1.6亿美元训约保罗 五年九千万美元训约哈佩拉 这两笔世约火箭球迷都不满账 尤其是保罗的合同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球迷都很不满 而戈登的世约合同 却又百分之一百的球迷都认同 因为在球迷看来戈登日劳日远 那军薪1646万美元是应该的 少了 二 一 二 三